在前兩回合 童韋傑 無論是動感十足的捷舞 或是結合流情元素的 勤快恰恰 都難不到舞技精湛的他 然而面對第三回合的來臨 他將挑戰不同於以往的風格 以鬥牛結合倫巴的 綜合舞科來呈現 讓評審看見 更深層內斂的自己 因為動作是要架起來的 然後要把跨頂出來的動作 我每次都會習慣 很放鬆的把屁股撅起來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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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踢 跨 往上推 往前 而身體在推的時候 身體要往上 在鬥牛舞裡面 就是我們很多動作 都是空關節會往前推 可是維杰在做的時候 他很多時候都是用上半身去推往前 2加3 4 好 踢 維杰這個腳 外方然後這邊點往上推 這個臀部再高 對 在高 好 褲杰 踢起來 YES YES 對 你這樣掌高 好 有了 有了 好 褲杰是不是很痠 我的脊椎啦 因為不知道這個一直停著 一直停著真的也是蠻緊的 最後老師幫我想到一個方式 然後就自己也有 私底下去外面有做練習 我建議他可以用糖綠帶去練習寬 往前推這個部分 褲杰 你在幹嘛 你在爆速幹 我在練基本功 他說這個方式可以幫助我提存 就是把這一塊一體出來 所以我就很認真的去思考老師說的話 然後現在很認真的 私底下都有在做練習 可是老師不是跟你說要用彈力帶嗎 他等到彈力帶 彈力帶不知道被我丟去哪裡了嗎 所以我就想到這個辦法 你看隨時隨地都能練習 我們要把練習結合在生活之中 我們這樣子才會進步對不對 好不好 所以 好,你不要打擾我啦 自從我自己到外面 私底下做了那些訓練之後 我真的覺得我在回來練習的時候 我的跨不自覺的就會擺到正確的位置 童韋傑如此認真練習 只為了穩固下半身的動作 但他卻忽略掉了上半身該注意的細節 在退胸胯節的同時 我們都還是要維持住我們的框架 當韋傑他在跳的時候 他很多時候框架要嘛就是掉下來 要嘛就是撐太高 導致他的肩膀會納起來 1、2、3、4、4、4 第一個脊椎不能倒來倒去 再來就是你在做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框架比較往生 你看這個框架 我們怎麼動 背再轉的時候 這個框架不能變成這樣往生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身體是比較強硬 輕一點點的 所以我都會很習慣在跳的時候 放很輕鬆的 其實這邊不會太用力 但是你這一塊要... 穩 穩住 用力撐起來 不是,不是要你這麼用力 你的背跟你的肩膀 把這個手臂是黏在一起的 不能讓它變成這樣回來或去 想要以氣勢磅礡的鬥牛舞科 在比賽中脫穎而出 基本功就成了智勝的關鍵 而到了比賽當天 其他選手對於童韋傑的舞蹈 有什麼想法呢 男生很挺 怎麼這樣子 因為他是那個啊 是哦 武術小生 難怪 剛剛在休息室的時候有看到 有瞄到 有瞄到他在就是突拉丁高 然後我的雙腳突然的朝他那走去 然後我就要把他拉回來 口水都快滴下來了 我覺得他們很認真 而且他們很專注在這個表演中 對啊 我看見之後 有一個影片 然後澳洲